我的天子,乐视竟然有玫瑰花瓣喂的薯片 哈喽,大家好 这个呢,就是包子 你看这些还有特别可爱的小馒头 你吃过这些东西吗 嗯,我们刚才买了一些小馒头 然后我现在打算和我妹妹去买一些薯片啊什么的 你吃过乐视吗 我觉得在中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口味 嗯,这个是原味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的天哪,玫瑰花瓣薯片 哈哈 你们有吃过什么奇奇怪怪口味的薯片吗 这个是香芋味的 在你们国家有吗 我现在要去买一些辣条 嗯 你们吃过辣条吗 就是这个 嗯 它是中国的传统美食 中国传统的垃圾食品 嗯,我要去买一罐牛奶 这罐牛奶 四块五 但是在英国的华人超市里边 竟然几十块钱一罐 啊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我想买一些月饼 这个就是月饼 嗯,但是太甜了 然后我们现在打算买一些日化用品 嗯,就随便转转 大家看一看 好多人呀 是吧 我妈现在要买一体纸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价钱是多少呢 二十四块九元 我现在要和妹妹去买哈根达斯 哈哈 好兴奋呀 那中国的哈根达斯一盒是多少钱呢 有很多粉丝问我中国的物价贵吗 其实总体来看中国的物价是不贵的 比如说西兰花是四块三毛八一斤 那么我觉得蔬菜其实挺便宜的 但是中国的肉价稍微能贵一点 刚才我们买的零食也不是特别贵 比如说一包薯片可能是四五块钱左右 哈哈 好的,现在呢 我们一起去买一个我超级喜欢吃的小点心 蛋黄酥吧 你们看到这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了吗 它叫做蛋黄酥 嗯,真的超级超级好吃 不同种类的泡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泡面四块钱 很便宜对吧 在中国有不同种类的泡面 真的都挺好吃的 你看这是红枣味的酸奶 对,酸奶 嗯,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嗯,12块钱 今天呢,主要就是来超市买一些吃的东西啊 还有喝的饮料什么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超市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生活类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哦 OK,好的 拜拜